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感谢足球改变我的人生 我是香港女子足球员 阿K, 鍾貝琦 小學時比較男生投 喜歡跟男生玩 跟他們的共同話題 走不開足球 所以當時自然接觸到足球 之前自己也接觸過 羽毛球、排球、籃球等等 但唯獨足球 不知道為何有甚麼吸引力 吸引到我 因為可能失愛 而且到處跑來跑去 特別之處可能是用腳 她小時候其實很男生投 脾氣很火爆 她有自己想的一套 想做就去做 但到初中那段時間 就比較反叛了 媽媽經常在街上找她 像那些街童一樣 但到中紀的時候 她就開始踢球 她就開始成熟了 想起就好了 而且對家人的關係 可能會親密了 我覺得她踢球 她找到她自己 找到她的真我 我全家都很支持她 很支持她 其實在我初中的時候 就是中一、中二那一年 真的很頑皮 那時候是因為在街上 認識到一群朋友 覺得那一刻 其實朋友的地位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 寧願跟他們玩也沒有接觸到足球 因為中學有個朋友 有個同學李永恩 她就知道小學的時候對過我 她就覺得我好面線 經常到我的房間找我 經常都會問同一個問題 你加入女子隊,你踢球 中二那一年 她每天這樣煩惱 我就說好,答應你,來一次 從此之後再接觸足球 那段時間究竟在想 我踢球好還是為這群朋友 繼續跟他們玩 那一刻其實也有猶豫過 最後我覺得 跟你永遠出去踢球 是因為再跟這群朋友 再長遠下去 可能自己不知道變成怎樣 將來好像沒有目的一樣 她在性格上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她以前比較會有點怪責隊友 但是到了慢慢人越來越大 就由這種性格改變了 她很照顧隊友 所以我看她在這個轉變當中 真的轉變得很多 多虧她們的支持 我才可以全心全意這樣踢球 開展我的球隊生涯 我第一間球會已經是車路試足球學校 當時在香港參加了一個比賽 沒想過贏了是可以去德國的 因為純粹只知道有比賽 就去踢 直到最後我們對球就踢到贏了冠軍 然後有一個職員就走過來 跟我說 你拿了MVP 你待會麻煩上去拿獎 那一刻真的有些感動 是上一下門 去到拜仁 那時候的練習都是比較多元性 而且多元性之餘是很有系統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六七年的時候 自己就踢得不開心 自己也有個想法 就想轉換其他隊 試試一個新環境 杰志有些隊友 知道我想離開車路市 他就問我 你想不想來杰志 我就說完這季就過來 加盟了杰志之後 其實杰志的想想都對我很好 尤其是教練、隊長、隊友 他們每個都很照顧我 這個新環境帶給我 其實是一個新的國家 另外代表香港隊出外比賽 去得多外國比賽 你會令自己有一個新的目標 某程度上其實他都會看法了我 可以推動我 自己試試在足球方面 看看會否有機會去到外國發展 如果有得選擇 我當然會去外國踢球 去到外國還是你要自己一個 你要適應自己一個去處理所有事 初時的一個禮拜 其實真的很不習慣 無論是職業也好 業員也好 可以去到外國踢球 已經達成了我的夢想 K我希望你在外流足球路上 會相當成功 這樣就學成歸來 希望他可以加油 為廣誠誠 希望他繼續向這方面出發 做回他想做的事 我阿姨繼續支持你